字幕志愿者 羅茜 這裡是荷蘭業業的頻道 現在報告4月4日晚的新聞 首先是國際消息 截止昨天為止 英國共有3130萬人 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其中500万人已经接种了第二剂 是欧洲最快 英国4月3日通报 只有10人因为新冠肺炎而病逝 是去年9月份以来 单日死亡人数最低的记录 英国仍然继续迈向政府设定的目标 要在4月中旬 为所有50岁以上的人施第一剂疫苗 并且在7月底为所有成员人打针 英格兰地区的严格封锁措施 已经在3月29日开始松绑 尽管在夏日严重遭到抵制 但是英国政府预定本月事行推出疫苗护照 等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疫苗护照 预料将列出是否接种过疫苗 或者近期检测报告是阴性 或者是过去6个月内被检测为阳性 因此被判定为自然免疫等情况 可以供参加大型活动 进入公共活动场所 甚至酒吧、餐馆等使用 不过首相府认为 不会将疫苗护照、施行的范围 延伸到大众的运输工具 和一般的商店 疫苗护照施行政策 将持续到5月中旬 食用于包括足总盃决赛在来的多行赛事 匈牙利国家药品审批监管机构 4月1日向中国国药集团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颁发疫苗欧盟的GMP证书 是中国首个获得GMP认证的疫苗产品 GMP是药品优良制作业的规范 主要用于管理、控制药物的制作过程 以及药品的品质管理过程等等 1月中旬 匈牙利有关研究所 对国药集团进行了相关的审计 3月3日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向匈牙利药监部门提交了相关的后续报告 4月1日 按照欧盟监管标准和规则 匈牙利国家药品审批监管机构 正式向国药集团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颁发 新冠灭活疫苗 欧盟通用的GMP证书 而匈牙利在2月24日就开始接种国药的疫苗 是首个使用中国疫苗的欧盟国家 全球5.331个个人资料在Facebook上外洩 包括540万荷兰Facebook用户的私人数据 这里涉及的是2019年的数据 荷兰媒体看到的数据 包括无数荷兰用户的姓名 居住地点 婚姻状态 雇主和手机号码 某些用户甚至暴露了电子邮件地址 幸好并没有密码 有一则关于Facebook的消息 美国社交媒体Facebook 在中国大陆被屏蔽 但中国政府却是Facebook的一大用户 借助该平台向海外人士传播中国的观点 有时是打广告 现在一些Facebook的员工对此表示关切 因为Facebook公司被中国用来作政府宣传的管道 发出了中国一些组织机构的广告帖 主要是展示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的发展 知情人士表示Facebook还没决定是否采取行动 不过Facebook的一位发言人指出 只要相关广告客户在购买广告的时候 遵守Facebook的规则 北京方面投放的和新疆有关的这些广告 就不违反现行的政策 今天是中国的清明节和西方的复活节 今天上午 英国至上海总领事胡克定发了一个颇具争议的微博 配文是祝大家复活节和清明节相节快乐 并且配了一段复活节彩蛋的视频 微博发出之后 很快就被很多中国的网友发现 有人批评这位领事不懂得中国文化 居然祝福清明节快乐 值得注意的是 截至发稿时候上述的微博已被修改 最新的配文删除了清明节的字样改为 祝大家复活之快乐 另外 近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多个社交媒体禁声之后 推出了自创的第45任总统官方网站 在这个网站联系我们的选项下 任何登陆者都可以填写表格 邀请前总统夫妇出席相关的活动 如果网友选择定制的业务 就可以邀请特朗普 和他的太太对红白喜事 光明退役 毕业典礼 或者儿女降薪等场合 现场祝福或者问候 投稿中国官方媒体力挺新疆的 法国独立记者日前被质疑并不存在 但法国废加罗普4月3日 终于找到了文章作者本人 他曾经是中国央视法语台的主播 在这篇转访中 李明发明波曼的作者坦然 他不否认文章是他写的 但对标题感到后悔 法国世界部3月31日说 曾经在中国环球电视网网站上 发表《我的新疆停止假新闻专横一文》的独立记者 波曼并不存在 但法国的费加罗普指出 这是一位住在法国西部沙特省40岁出头的法国女性 这位拒绝透露真实身份的法国女子表示 那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我写的 然后向环球电视网投稿 他坦然曾经是央视法语台的主播 2011年到2017年住在北京 他说利用法明是为了保护身份 因为自己在法国有好几个工作 而与环球电视网的合作 并非主要的收入来源 波曼在电话专访中 说他的确在巴黎大学收读过艺术史和新闻 并且也曾经在一些报社做过实习生 但是他不愿意透露媒体的名称 报道指出 这位女士当时的丈夫来自乌鲁木齐 他承认并没有进行新闻的调查 只是描写自己的所见所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指责引发关注 据中国环球时报报导 郑尼拿力前段时间正式加入了中国国籍 并且希望能够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奥运会 报道说 在郑尼拿力加入中国国籍之后 一些加拿大的右翼媒体和反华势力 对他表达不满甚至指责 郑尼拿力不懂得政治 选择在中加关系最紧张的时刻 入籍中国 其实 做在中加关系恶化前的2017年 郑尼拿力就已经决定加入中国国籍 为中国比赛 并且已经开始着手办理相关的手组 相比之下 加拿大田径队的总教练Gilbert 对这件事的态度就令人称赞 他说 虽然他都很希望这位田径之星 留在加拿大效力 但是 他和加拿大田径队 不会因为郑尼拿力选择代表中国比赛 就感到不愉快 并且责怪他 香港律政司市长郑若华表示 将来所有参选人过去的所有资料都将受到审查 包括他过去的言论 并且不或定时限 郑若华 星期六在出席香港断台的节目时候表示 将来负责审核参选人资格的审查委员会 将会疑似违反国家安全 或者未能效忠香港特区的个案 交由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以及警方的国安署调查 而被取消资格的候选人 不会知道理据 在被问的 被评为不合资格的参选人 是不是等同违反国安法的时候 郑若华强调 个别人士是否违法 必须由律政司决定 两者不能画上等候 台湾火车太老国号 4月2日发生出轨意外 造成重大的伤亡 台湾交通部长林佳龙 在当地时间4月4日晚上23点 在个人的Facebook上表示 现阶段他会做好善后的工作 林佳龙说 会坚守崗位和做好善后工作 在抢救的工作暂告一段落之制 不暖检职位 负起完全的责任 辞去交通部长一职 目前 事故仍有待公安部门和司法单位的调查 此时此刻 他仍然会协助抢救、抢收、辅述、疏运及配合调查 看看荷兰 复活节周末通常是荷兰 著名的大花园 居近Hoff最繁忙的周末 但是今年这个花园 就好像其他荷兰主题公园那样 大门紧锁 严重空无一人 令花园员工失望的是 去年 他们已经补下了700万各种花园的囚境 发言人说 复活节通常是大花园一年之中最繁忙的季节 在4天的复活节假期内 会有15万名的访客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我们可能没有法子开业 不过 由于有市长呼吁开放动物园 和餐馆露台等场所 因此 是否可以等到旺季之后开放 就不得而知 希望可以啦 好 今天的新闻就报告到这里为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